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希伯来语查经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词,叫鬼诈 耶利比书十七章九节说 人心比万物都鬼诈,坏到极处,谁能石头呢? 鬼诈这个词,希伯来语是这样的 它念什么呢?它念的是 阿库夫 阿库夫 这个希伯来语的字母呢,是表达七十这个数字 发音是阿印 但如果它在一个词的前面呢,它是永远不发音的 下面这个T字形,一横一竖 它发阿的印 一横一竖是阿的两拍 这个有点像英文字母的P 它发的音呢,是Kof 表达数目字一百 不过我们在一个词里面的 取第一个发音,就是K 上面这个小点 发O的音 它在上面的时候是两拍 所以连起来就是阿库 但后面还有一个字母 但后面还有一个字母 这个在希伯来字母里表示恶 在一个词里面的时候呢 我们取的是V 发V的音 所以就是 鬼诈的这个词呢 发音就是 阿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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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阿库 在希伯来语里面 除了是鬼诈的意思 还有陡峭的意思 所以人心比万物都鬼诈 我们也可以说 人心比万物都陡峭 坏到极处 谁能石头呢 提到陡峭 你会想到什么 想到高山对吧 陡峭的高山 非常危险 但是各位 我们不要以为 山峰是最陡峭险恶的 实际上呢 人心比山峰啊 更加险恶 难测 更加的陡峭 所以难怪 神说啊 你要保守你的心 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我们的心是很危险的 很险恶的 比山峰 还要陡峭险恶 所以要小心 保守我们的心 要常常打过说 求你检查我的心 看在我心中 有什么恶行没有 检查我 除掉我心中的恶行 愿神赐福您